吳老師聽說你這個義大利也有 對 我在義大利的時候 我其實是跟一個阿根廷的朋友 一起旅行 然後那時候是在 應該是在羅馬 然後我們要下公車的時候 就覺得奇怪 這公車上面人明明就沒有很多 但我們是被一群人擠下車 然後擠下車 我的朋友就覺得 怎麼口袋怪怪的一摸 然後然後我們一轉頭 他的他口袋裡面的那個錢包 全部都就是都不見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我就跟著他去到那個警察局 去報案 你知道警察局的那個警員 是不耐煩 然後就拿一個單子給他 因為他 他好像是講西文 西文跟葡萄牙文他都會 所以義大利文他也大概看得懂 然後他就一邊這樣子全部自己寫 對 然後就是他自己填 那些報案的內容等等之類的 然後警察的態度非常非常的不耐煩 就是這件事情實在是太多 你告訴他 你再這樣 我要報警 對 所以這個是如果大家問我說去哪裡旅行 比較安全 我覺得反而我旅行過這麼多國家 我覺得印度是最安全的 印度 對 我跟你講 印度真的很安全 而且我常常一個人去印度旅行 我去印度已經去過六次 我今天要去第七次 但是我在印度唯一一次讓我氣到想報警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就是我在德里 德里的南端 然後我就是想要去一個市集 然後我就Google上面看了一下說 其實很近 大概不到一公里 但是因為很熱 我就很懶得走 所以我就叫了那個Rickshaw Rickshaw就是三輪車 然後是一個年輕人 他一邊吃檳榔 一邊就是跟我說你要去那個市集 他知道 然後他就比了一個二 因為我一開始就跟他開架說不到一公里 應該是十塊錢盧比吧 然後他就說 十塊盧比那多少台幣 十塊大概乘以零點四五 所以他五塊台幣 大概五塊台幣 所以他他就給我比二 我心想說那大概是二十塊盧比 因為當地的價位大概就這樣子 因為一公里而已 然後他就這樣繞了一圈 到了那個市集就放我下來之後 然後他就跟我比二 還是跟我比二 然後我就說 OK 二十塊給你 我就放著 那他說 兩百 然後我二十塊我丟了 我就走 我就不理他 然後我就繼續走 然後你知道他就一路跟 一路追隨我 然後我就走到一家 這個時候我都會教大家 你一定要走進一家 看起來有價位的餐廳 他們不敢 那車夫不敢隨便進去 可是他多大膽 他就是站在那個門口 然後就跟裡面的店員 就是店員就去 去跟他談話這樣子 然後後來店員還跑來 跟我說man 就是他就說有人要找你 他就說小姐 有人要找你這樣子 我就說我不認識他 然後後來那店員又繼續講說man 他他真的有話要跟你說 然後我就說 我不想要跟他對話 請你幫我叫警察 我就直接說請你幫我叫警察 然後這時候他們的經理 就跑出來說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我就把整個事情的原委說 我從哪裡做這個 要到這裡 他跟我要了兩百塊 可是我已經拿二十塊 盧比給他了 他還繼續跟著我 我就這樣講給大家聽 然後大家就聚集起來 然後一個席客叫貝貝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席客叫 就是會有一個那個 就是頭巾戴著 很大的 白色頭巾 不一定 他是藍色很多顏色的那種頭巾 就戴在頭上這樣子 他就敲了一下桌子 然後就講一陀拉庫的那個印度文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可能就是他很生氣的 講一段話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些經理 當地人就幫我把這件事情處理掉了 但這是我唯一一次我覺得在印度 讓我覺得稍微有風險的事情 是 因為印度之前不是有傳出 就是會把性侵 女生什麼的 而且他們被性侵的受害者的家屬 還求助無門 對啊 就性侵的人家還沒罪 但那可能跟種性制度 比較有關聯性 其實我在那邊 我身為外國人 其實他們對外國人 都非常的禮遇 而且其實我遇到很多人 他跟我講說 為什麼他們對外國人很好 因為他們覺得 他就說這些客人其實是神 對他們來說是神的概念 所以他們對你其實大部分情況 都是非常好的 雷提娜提了台灣的九個 很奇怪的文化 不過老實講 臺灣的這個人行道的這個安全 也被國際詬病 CNN就是說臺灣這個行人地獄 連瑞士外交部的旅遊都建議 要特別點出臺灣注意 這個很繁忙的交通 否則一不小心走在斑馬路 斑馬線上都會身亡 請教一下真的這樣嗎 惡名照這樣嗎 對啊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一個粉專 就是要做臺灣是個行人地獄 那他們有幾個管理員 那他們有提出蠻 蠻怎麼講 很正 很很有規則的論述 然後他們也有提出很多像比如說 城市怎麼進步 比如說以前的荷蘭 也不是這樣子都給自行車走的 然後這個政府怎麼去改變 整個這個交通環境 那其實我們臺灣是 其實你不要說行人道有問題 我們其實沒有行人道 很多地方是沒有人行道的 我們就要人與車爭 爭鋒這樣子 其實都蠻危險 那在歐洲的話 我覺得真的我覺得最最驚訝 就是他們的行人的權益 他就是比如說 其實你走在路上 你真的不用看車子 你只要看到那個人 那個斑馬線 你腳踩上去 就是你不能傳紅燈 就是你只要是綠燈 或者是有的是沒有綠燈 他只是在閃 你只是腳踩到斑馬線 世界都是你的 你真的不用左顧右盼都沒有 然後你就看到那公車 或者是那種很大的 那種貨車 全部都停下來 很遠的地方 他明明比如說你 你明明臨著這個路口很遠 他明明可以過去 他沒有他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就在等你 當然是因為我們的交通 也比較繁忙 可能大家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去等 但是我們的行車 真的互相不讓的這個部分 還是比較嚴重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特殊的 臺灣文化 就是中華沿海的上肉掌的習俗 那這個鄭凱他曾經去有這個採訪 有 那個是 我採訪過這個議題很多次 因為之前有部電影叫中邪嘛 就帶起來大家對這個文化的好奇 那我那時候採訪的時候 我有訪過中部中心一個攝影 他現在是中部中心長官 叫孟章哥 他那時就跑了一個很特別的案件 在彰化園林那邊 有一間房子送肉粽 那其實對於戲者來講 其實送肉粽就是上吊輕聲 他們會覺得也還好 為什麼要特別去做這條案子 而且長官還說 你要帶一個法師跟著去 請法師來看這間屋子 後來疑問之下才知道 那一間房子 在二十年內走掉六個人 全家只剩一個活著 就剩一個長子 全部人都離開 不是跳河 就是在家裡掛上吊這樣 這種更誇張是 連他們家人的朋友 都跑來他們家裡上吊 不是很扯嗎 你有沒有什麼 感覺好像這是一個 上吊集中營一樣 就約好要來這邊 然後他們就覺得這家裡太怪 就只好請這個鍾葵來送肉粽 那當時他們去的時候 就是遇到那個長子也進去 他那個一進去就說 你們的風水是 他們家是長條形的 所以就是門口直接見到後門 一箭穿星穿堂紗 二來就是涼很多 他們走走走的時候 走到中間要上去的樓梯 他就覺得那個地方非常的暗 很黑 然後更不舒服就很悶很冷 更怪的是他們沒有扶手 樓梯沒有扶手 他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才知道說 那個扶手就是上吊集中的地方 只要他們掛掉就是掛在那個扶手上 所以最後要把那個地方拒掉 拿去鍾葵壓著到海那邊去送掉 對其實相關的故事 真的在當地太多了 其實找不完 那他怎麼會死掉五六個人才送肉粽 一直對啊 死兩個就應該要送了 對啊 真的 好 那另外呢是這個 有台灣的這個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就是KTV文化 KTV文化 因為像外國來講的話 其實我也如果講美國 其實美國他們大概晚上八點過後 其實真的店都關了 這八點過後其實根本也說 南天人就是死城 根本大家也沒什麼娛樂 都在家裡 可是我的外國朋友到台灣之後 他現在發現 哇塞 台灣 很開心耶 二十四小時 對 夜店結束之後 你還有KTV KTV裡面什麼都有 有那些樂器那邊 然後裝扮的 然後還有什麼站著的麥克風 又很大 就裡面的食物 什麼都有 而且好好吃 就其實連我們台灣人自己有時候 每次大家都休糾嘛 然後就去KTV唱歌 因為東西也太好吃 所以他就發現說 哇塞 而且重點他們覺得 因為他們外國人在看 台幣他們覺得好便宜 可能一天消費 他們覺得也才沒多少錢 然後大家可以輪流這樣唱歌 然後互動 他們覺得很棒 很值得留念 所以其實我的外國朋友 無論是哪一個國家 只要來台灣 他們就是說那個觀光 那個本子都寫說 要去台灣的KTV 他們就會要求 然後來了之後 他們真的是讚美 哇 實務是很好耶 然後就很誇張 是啊 台灣其實也有很好的地方 怡君有沒有什麼可以 我覺得我們台灣是一個服務業 很好的地方 所以這服務業不管是餐廳 然後我們剛剛說送貨 然後警察局 然後市政府也是 就是我們其實 公務員的服務態度 效率 對 差太多了 然後簡單講說 比如說我們在歐洲 常常都有收不到包裹 連郵菜都很不靠譜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台灣 就是絕對沒有這樣的問題 你去餐廳還要給小費 我們也很便利這樣子 餐廳要給小費 沒給小費就給你一點錢 歐洲要收小費嗎 都有啊 歐洲其實它沒有規定 但是會 我們會算個整數啦 對 對 它不像美國 美國一定要 沒有 就是它會加一點點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結帳五十六塊好了 那你就給它六十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